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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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再给介绍 介绍一个字 就是 日常这个日子 一日两日的一个日子 这个日子呢 这里面 这么写就不太好看 一个这三个平行 一个是上面这个距离 跟下面这两个距离一样 这个正好在中间了 不好看 所以要想把这写的好看 它要有两个 法则 第一个 这三个横不要让它平行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中间这一横 一定要在中 中间偏上一点 这样就好看 我写一个看一下 这三个 就不平行 就有点这样 就是这样 这个呢 你看 这点的距离 跟这点的距离 这个要小 这底下要大 它就好看 这有一点阴 我再写一个 我再写一个 近一点 这个距离远一点 就是偏上一点 这日子就好看 再一个就是 木子 就是眼睛这个木 实际上呢 就等于 在日子上 多增加了一横 一二三 就是这样 这是木 如何处理好 这几个笔画 也就是说 第一个 也是这几个 不要让它平行 第二个 这个的距离 应该比这个距离要小 这个距离 要比这个距离 要小 也就是还是 我们刚才讲 上紧下松的这个原则 就是说 不要给它写的雷同 不要让它上下 格都一样 所以上得紧一点 下得松一点 所以这个木子呢 这样写就比较好看 我写一个看一下 这个距离小 这个距离大 这个距离最大 这就好看 这就好看 所以像这日字 木字 就有很多字 我们都可以写了 像日子牌的 木字牌的 什么 这运用的就特别多了 所以这些呢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以后 你要把它掌握好了以后 也会写出很多其他的字的组合字来 也会很漂亮 我下面写一个 我写一个日子牌的字 上面写着这个 日子耳边的一个字 下面写一个 就是木字牌的一个字 像眼睛的眼 是吧 这就是木字边的 这是木字牌的一个字 所以呢 这个木字就像 刚才我讲 你看它这个 这个距离比较小 这个距离大 这个 而且这几个不平行 所以它就显着好看 如果你都写成像这样似的 那它就不漂亮了 所以这个日子耳也是 你看上的距离小 像的距离大 所以要处理好